在此深情相拥 時間這一刻停留 千萬不要開口 再對我說 愛情只願不走 錄完這個他一聽他就說 你他媽唱得真棒 但是哥哥的風格啊 他的確是這樣 他是一個很灑脫很瀟灑的一個人 其實我很開心有今天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因為我覺得可以藉由這個機會 再一次去回憶哥哥 這個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來自之前我就會去想到一些 我們以前的這個美好的時光啊 還有跟他一塊合作的時候一些情景啊 來你跟他看一下 OK了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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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我們就進行電視 把他示範 好 好 那哥哥他本身是這個夜半歌聲的一個監製 所以所有的人員幾乎是他自己去審核 然後自己覺得想要跟誰合作這樣 所以他也希望說夜半歌聲這個電影 能夠成為亞洲的這個 所以他對於音樂方面特別特別的重視 那他自己是監製 所以他就乾脆自己寫了歌 所以夜半歌聲啊 身體相擁啊 都是哥哥自己的作曲 對 然後包括 他說他想要 有一個這個男女對唱啊 就是身體相擁這個歌 然後 然後 很榮幸的 很幸運的 找了我 跟哥哥一塊合唱這樣 跟哥哥錄這首歌的時候 是我們兩個還沒有太熟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不會有什麼那種 好像非常會令人難忘的一些 反而是跟哥哥熟了以後就是 因為錄完了這首歌 那我就擔任哥哥28場的這個演唱會的嘉賓 那麼去香港一個多月 每天像上下班一樣去紅磡 然後 之後 然後真的跟哥哥變成了一朋友 然後哥哥就像哥哥一樣的來照顧我這個小妹妹 所以有的時候去香港 他會開車帶我去吃飯 或者會帶我去他們家 然後我就覺得他的確是有把我當成一個小妹妹 或者是比較 算是朋友吧 所謂的朋友 而且他到台灣也是這樣半夜 他會打電話給我說 欸我跟你講我剛到我要吃東西 我說你不是有很多工作人員嗎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不要麻煩他們 不要麻煩他們 你開車出來帶我去吃宵夜好不好這樣 對我就記得非常非常清楚 他就是完完全全是一個 他私底下完完全全就是一個非常 沒有價值的一個巨星 就是這樣